一年七日的書展星期二閉幕 參展商紛紛割價傾銷 有人七折買大包 更加有人表明一見不留 今年書展吸引超過90萬人次進場 比去年少 受到偉心特集說 貿法局感於8號風球 星期一提前閉館 星期二又順然開放 令參展商做少很多生意 非常不滿 有書商表示 單在星期一提早閉館 已經令他的生意額少了六成 原本希望盈利會比去年好 但現時不涉本已經偷笑 直斥貿法局違反協議 他會追究 我們和TTC有張協議 就是掛了8號風球之後 兩個小時先關館 但現在他還未掛了8號風球 之前兩個小時已經不賣票 被人入場 這是他們違反了協議 所以我們追究權益是很正常的 這批樹商一度在場內抗議 拒絕在原定下午5點 停造生意清場 一直留守到晚上8點 奧運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